在解决了无都事变后 如意和远州带着两千先锋持缘河线 众人齐心协力再次阻挠了北盘大军的攻势 然而当再次攻城失利后 北盘狼主御驾轻征 杨宁 数日内狼狼 随着杨宏数字不断增加 主帅宏光的信息 中间消亡 早已不再是当初一气风发 那个擒护无敌的少年将军 宁远州为了稳定军心 谎称丹阳王的大部队援军就快到河线了 你们圣上的援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到 别骗我 面对媳妇的盘问 宁远州才说出援军在路上遭到了楚国的伏击 恐怕还要几日才能赶来增援 然而战争总是残酷的 北盘人用兵狡诈将俘虏当作诱饵 引得李同光等人上头攻阵 在城墙上的宁远州瞧出情况不对 赵李同光这样两翼包抄进攻 最后被包围的指挥是我们 无奈之效 他同十三如一只好带人出城迎救李同光 然而战场长出现 李同光不听劝阻上前营救商人 接触冲中的敌人的埋伏 邓辉为了 也被一刀当场带死 战场之上 不能心软 做摄政官 更不闹 赶来的如意见徒弟已经失去了勇者 直接将其放倒带了回去 一边十三二人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境地 他们碰拳起事 相约城里再见 殊不知这是两人的最后一面 当初月陷入包围圈时 十三抢了战马打来救他 当我以为十三终于遵从内心 就这样能和初月白头鞋老实 一口 身边炸开 初月的眼睛进了石灰睁不开了 十三听着声音跑来安慰他 即便自己双眼渗血 还是强撑着将初月送上马背 你抱歉 我一会就回去 这一次他又骗了妹 孤身一人断后的他 一声豪气再次冲进了敌方的阵营 不愧是能够让他 最后在一天爆炸上 在大雪纷飞的院子 命远舟眼前出现了黄粮一梦 看到哥几个在开心的打雪仗 这一刻他多想加入进去 可画面已然成了灰白色 还来不及悲伤 阳营半夜敲响了二人的房门 原来李同光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十三和邓灰 于是在留下一封书信后 便孤身一人刺杀北盘狼主去了 两人在城墙上看到了被包围的李同光 如意想下去就却被远舟拦住 你伤得比我重 我去把他带回来 如意 想想我 你一受伤 我去 加了半分宁远舟无人战胜 一路火花带闪电便冲到了李同光跟前 我必须你救我 好快来救你 我再救安国的百姓 救安国的摄政官 好快 难道我要眼睁睁看着灯飞又去伤意我而死 我却什么都做不了吗 在快速给这傻小子奖亲趋利避害后 李同光也成长了 最后宁远舟用自己的性命换来了李同光的一声失账 李同光 当看到李同光被救上了城墙 宁远舟解下了自己的平安扣 他知道自己要下去陪兄弟们 同时也要对如意食言了 最后他和龙羊一样 大战过后如意没有责怪李同光 其实他早就想刺杀北盘王了 只是一直没等到合适的时机 他们等不了了 天一亮 北盘人就会带来新的雷幕再来攻城 如意带着必死的决心 问徒弟要了安国的玉玺 以及自己手中的这枚凤钗 杨颖把原路送给自己珍藏的两枚雷舞板 也送给了师父 我是天下最厉害的资格 从来没有失败 他假借安国皇后的身份和亲接近了左前王一边 并和狼王贵咒同归于尽 你不惨 你该可不得姐对我来说 这太紧了 群龙无首的北盘人被逐出天门关外 十余年后 初月在草坪上遇到一位少年 来人自称 我叫宁十三 你娘亲 该不会新人吧 你怎么知道的呀 我还有个妹妹 她叫任陆 她跟我娘姓 我叫你